据美国华尔街日报,7月13日报道,华为由于持续遭受美国贸易黑名单的不利影响,正计划对在美业务部门进行大规模裁员,报道称,此次裁员预计将影响华为在美国的研发子公司Future Technologies工作的,位于华盛顿州、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实验中心的约850名员工。 具体人数还不得而知,但根据消息来看,可能会有数百人失去工作,据悉,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列入所谓的实体名单以来,Future Technologies的员工就已经被限制与华为中国总部进行联系了,而目前公司内部已经有几名员工收到了解雇通知,而新的裁剪消息将会很快宣布。 华为在美国工作的一些中国雇员,被公司告知可以选择回国,也可以继续留在公司。 其实在此之前,华为就曾因为美国政府的制裁,而做出了针对性的决策。 在面对美国的一次次打压之下,华为曾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决策,直接宣布将华为在美国的57家工厂全部撤离,把资金、技术权带走,把失业民众留给特朗普。 华为的这个决定,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,数百万的美国民众,爆发了非常激烈的游行。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,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呼吁特朗普,改正不正当决定,并弥补之前所犯下的错误。 游行的人群中,也有不少人不满美国的移动、通信建设之后,尤其是在5G建设方面的欠缺,他们希望华为能够帮助美国建设5G网络。 当然,这其中也有大量因为华为撤场而失去工作的人。 然而华为的撤离,却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结果。 华为的撤离,不仅会对美国本土科技企业,也就是那些华为的供货商,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影响,而且还严重影响了那些依赖华为作为供应商供货的企业。 华为的这些做法,美国是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 而最关键的不仅是华为的做法,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担忧。 更重要的是那些,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和美国民众,也纷纷向美国政府施压了。 最终各方面的压力,夹杂着不满情绪一起涌向了,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。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对峙之后,美国也总算对华为放手了。 美国商务部允许部分美国企业继续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做生意,向该公司出售产品。 但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同时强调,华为仍然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上。 美国商务部也于7月9日表示,将给部分美国企业发放许可。 获得许可的美国公司,将被允许同华为进行生意往来。 但前提是这些生意,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。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,此举是为了落实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G20峰会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。 7月15日,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透露,美国政府将在未来2-4周内,批准向美国公司颁发,重新开始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证。 从5月15日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,到7月15日为止,华为已经被美国拉黑了整整两个月了。 从一开始的态度强硬,到后来国内民众以及各大企业的不满。 再到今天对华为松绑,特朗普在短时间内,对华为态度的大变脸,还真的是充分彰显了自己的个性呀。 照这么看来,特朗普应该是完够了。 接下来应该会,更加理智地对待中美,以及与华为之间的关系了吧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